小鮮肉 近年來大陸娛樂圈 可說是小鮮肉的霸名時代 人氣居高不下他們 紛紛進軍綜藝節目 有著亮眼表現 只用大陸最炙手可熱的小鮮肉 代表之一露函 身為奔跑把固定班底的他 最新一季開播 立刻展現鮮肉威力 用盡各式撩眉招數 讓人看了臉紅心跳 在我眼中 在我心中 有你的出現 就有蔚藍天空 夢的城堡 把他頭髮拆掉搞亂 搞亂啊 把刘海拉到前面去 對 把他眉毛擦開 把他眉毛擦開 哈哈哈哈 女生化妝 睫毛睫毛睫毛 你再卸妝 我看卸妝 哎呀剛才沒有想到這個 哎他上來了上來了上來了上來 對有用 你說卸妝 把他的刘海拨亂 聽我的 拨亂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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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露寒完了 哈哈 哈哈 喂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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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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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啊 哇 哇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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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是在最新開播的陸縱 72層7樓展開冒險 第一集就化身秘密探員 帥氣的破解任務 我快要醒來 吳亦凡展現利落身手 輕輕鬆鬆過關 觀眾彷彿在看電影 尤其一雙大長腿 就算穿上工作服 一舉動也像在走秀 由他在意就是吸睛保證 但除了陸涵和吳亦凡 來自台灣的小鮮肉王大陸 和TFBOYS的隊長王俊凱 一同主持的偶像對抗 真人秀高能少年團 則是用肢體搞笑逗樂大家 看著拜 OFTOW 我來了 杯杯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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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停住 等一下 我只有這麼高 我 在下面 還在上面 ouais 我都没戏 不要 不要 我跳不下去 够到了吗 可以再高一点 再一点 一 二 三 一票九零后鲜肉 跑开偶像包不货出去 连辽妹技能也是输人不输政 一句话就能搞定 你知道用木头做的门叫什么吗 木头门 那铁做的门叫什么 铁门 那通往幸福的门叫什么 这个我真不知道 叫我们 好浪漫 我是大陆 我 用两个字我们 王大陆成功逗笑女来宾 连其他小鲜肉成员都赞叹 真的太厉害 但其实不止小鲜肉 过来实际节目 华尔宇少年就请来台湾的戏剧男神 跨越三大之后来一场奇幻旅行 没想到第一集 陈柏林就独自一人被流放到非洲 刚刚还没加油之前 完全不敢开空调 怕浪费油 现在就可以 吹个冷气了 It's nice Fifi you good Fifi 每天住要花钱 所以 我先去那里吧 然后看看要花多少钱 要不要我就睡路边 然后就不能洗澡了 来了来了来了 我先帮你带进去好不好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inside 来来来 好我们今天睡这边好不好 你先在这边去拿东西吧 哦对 我的晚餐 life 什么 你的 红地毯呢 只剩一隻小狗狗陪伴 儘管一個人孤零零 但吃和玩樂 陳柏林通通可以自己一個人解決 超強生存能力 反倒獲得網友一片好評 被大讚帥得一塌糊塗 甚至喊話想看他整季被流放 不對比陳柏林 尼一頭的楊佑寧 則化身海王子大秀 重浪技巧舞 那是小狗狗 成高雅 本來是非常有趣 既然有人提醒來 就能讓她想ека 吃洋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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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楊佑寧健美身材 還有衝浪的帥氣身影 一點也不輸給小鮮肉們 但似乎就是因為90後的年輕人 轉變成為主流收視人口 也讓大陸綜藝節目 成了鮮肉男生們當道的時代